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由晴天問儀帶來的 三國三第一視角的解說視頻 本期為大家帶領匠這個 SP 魯姿 先看一下 心中 初牌階段開始時 你可以摸兩張牌 若如此做 本階段結束時 你與手牌數最少的角色交換手牌 這裡的手牌數最少的角色 並不是唯一手牌 唯一最少的角色 也就是說 如果說你手牌最少 場上也有角色和你手牌一樣的話 是可以二選一的 為晉級 每輪線一次 你可以視為使用一張殺或傘 每輪線一次 就是說 每一輪 就是從主攻開始 然後輪下來 然後再到主攻 這就是一輪 到八號位 這是一輪 然後再主攻開始 就是新的一輪 就是說這一圈轉下來 這技能用一次 你可以視為使用一張殺或傘 最注意的就是 視為使用一張殺或傘 還不是打出殺或傘 這說明像南丸入行外界啟發的走路 這個位晉是不能想的 只能在你回合內的時候 用衛鏡 然後用衛鏡殺 殺一次 然後或者你回合外的時候 利用衛鏡 然後免費出一次傘 最注意的是 這裡殺或傘 你用了殺以後 就不能再用傘了 只能選一次 所以說這個技能 一般是用來 回合外的保密 再講輕鬆 輕鬆這技能 它比較像那個 魯素 多摸兩張牌 然後回合結束的時候 以最少的角色交換手牌 這個可以用來反制隊友 比如說 有一個能力比較強 需要保護的隊友 比如說魯素吧 魯素一般 自動武將嘲諷比較高 而魯姿可以用輕鬆子的技能 和魯素 如果魯素手拍少的話 換一下 這樣的話 嘲諷就可以轉移到你身上來了 這是一個用法 吸引對面的嘲諷 然後 輔助 很需要手牌隊友 這技能它 一般情況下是用來 輔助隊友的 如果說敵人手牌少不掛 它是很克制的 是輕鬆式的技能 因為它不敢用 還有一種用法 還有一種用法就是 尋求爆發 如果用的比較少 像是定位裡就有爆發 如果說你想要殺死對方 而且你也有這個能力的話 你可以輕鬆一搏 但是你一定要算好 你這麼做之後的後度是怎麼樣 所以說 這技能它很考驗玩家 對場上 局勢的分析 如果說分析錯的話 那麼 回合結束 敵人手拍少了 然後你和他換一下 這樣的話 收一九虧了 收一什麼故事 主要是這個技能比較考驗操作 像未進的話 主要是一個防禦的技能 因為回合外 可以免費出一張傘 不過每輪死 只能用一次 其實是夠的 每輪吧 就算你是 忠誠 主動的話 這個武將不適合 防禦能力確實欠缺 就算你忠誠的話 反正 每輪可以殺你一刀 每輪可以殺你一刀 每輪可以殺你一刀的話 你就四刀 然後你多囤點傘 兩張 兩張傘 然後配合未進 其實這個防禦就夠了 主要是防禦 除非很順風 那麼你可以用這個衛精 在你們回合 出一張傘 一般衛精是用來 作為防禦技能 魯聖聖的武將 他對於 玩家的要求比較高 這上面也講 具有爆發能力 就是說可以用心中 要殺死別人 打一波爆發 但是你要考慮什麼時候的後果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要根據場上的形式 還有一種做法就是 輔助能力 他具有輔助能力的武將 可以配合像大師之中 嘲諷比較高的 拉嘲諷 同時 隊友 於是進入後技能力越南 這個武將順風起來的話 有未進這個一個 輸出的技能不會被斷殺 而且最輕鬆 魯聖的武將 他 配合 適合配合那些 像 容易讓自己 手牌打通的武將 比如說像魯述 因為魯述他那個 耗死分排 定盟 手牌很容易就空了 可以和魯聖配合 另外像曹瑞 徐妞這種 經常通常的武將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配合 我建議魯聖無腦的 發動這些技能 因為這樣的話就太做事了 總之這武將它是偏向於輔助 關鍵時刻有一定的爆發 然後痛止的話 主要是 控制自己和隊友的手牌 所以說我把它稱作為 魯國的輸出 然後接下來 通過一場實戰 看一下 魯聖在實戰中的表現 會是怎樣 一會兒帶來 好 這是一把 關於魯茲的第一視角 選到的是一個6號 通知的話是深測 他殺了一下 韓號使喚 這邊江維跳了一下反 這樣的話司馬也跳了 司馬和孫策都是附草 然後這邊趙雲的話 也是跳了一個中的身份 直接彈向了韓號使喚 這邊看一下曹宗的話 如果曹宗是中神的話 就很難打了 好在他是膽子 好在他是膽子 看一下這邊要黃月音要 有什麼做 做為嗎 黃月音這邊也是的膽子 他把這邊身份 很明顯 先不知道 戰時的標為忠誠 目標的話 以趙雲為主 讓我考慮一下 因為我看了一下 這邊曹宗手牌最少了 死馬這邊團體會拿一排的 換一張曹宗手 更能體恤百姓之苦 這邊沒中天多的一個樂 然後看一下無蟹掉 江維塔 這邊信息 所以其實平時打的時候要留意 新殺的話 比經典輝殺這個 戰局的一個顯示 其實新傷比較好 他只要直接點胎子的武將 就可以看到了 當然這個也是可以的 所以注意了 就說魏晉他是不能 打出 只能使用 像決鬥也是不行 每個樂的話就很傷了 冰 其實還行 江維他是要覺醒的 然後一張傘 然後一張傘 趙瑜這邊吃了這桃子 我的火扇子 看一下 黃岩瑜顯示出的桃子 這個 司馬用白銀看了一下 哈哈哈哈 這個時候的話 輕鬆要注意了 場上的話江維手牌 這邊也是 垂草地用一下 這邊就是一個 看著死亡的一個情報 不過還好都是一些散人 散的話他沒有爆發的 這邊我來 冰淚先出 嗯 你只會了 只會我忘了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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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維這邊 可以 看一個決心 走我來 算上不算 我忘了 還好 可以曹宗保一下 好 然後這一邊 保了一下 曹宗 曹宗保了一下 我和江維 所以說 魯斯這個武將 他對於 他的難度 主要是在於心中的 施放時機 分測的話還是放氧吧 好 看的是 蛤好 習慣 看的是 蛤好 習慣 這是 勇盡的地方 一輔 老箭的交絕 是 不然 在 找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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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邊沒逃走 話 借兆雲是內監 送去了 江維 然後先讓 曹冲绑下 这边司马士林手派人 看下能不能带走这边司马 孙刺的话这样很明显要觉醒 老姜维被黄烟瘦掉了 看一下 这边双侧就省了 好 这把 阿霞胜利赛第二把 这边是张角的一个组组 然后我特意选了鲁兹 作为 拉一下张角的操组 南蛮被猪龙拿走了 猪龙的话是偏板的 因为这个南蛮是很特张角的 然后我手牌不是很好 然后我手牌不是很好 然后弯一下 上这边的 增击 我手牌 跳了一执 像张角座的主攻其实只要不杀他的话 拆他就再杀 他那防御能力其实是足够的 很需要一个武厂来拉槽 这边张角的话 精灵太多了 披了一下 放救了一下 吃饱吃还可以 不过家的话 基本上就没能杀他了 主要是 寻找一下桃子什么的 大家能不带走啊 这样的话 换来一张沙 这里讲一下 轻松他还有的效果就是 可以用来换 对方的一些重要的 牌 我这一把的话 其实换了亏 你以为这个武将以前也没有玩过 这段时间打了几把 当时那种情 刚才那个情况其实是可以取消的 因为我和他的手牌是一样的 徐皇这边是一个 这边未经一下 徐皇这边有个 蟹 看一下 这次的话是可以玩的 换来 两伞 和一伞 两张伞的话 方角其次 没人不敢杀的 别看他是 两血 这边有的木马 有司马在是不用担心 一张难买 朱隆在的话 五字有流离 然后一张九 这个用法就是一个 疼爆发的效果 主要是疼爆发 然后这样的话 生存能力就有一个爆发 取消料了 这边 这边 徐司马是中 征迹跳内的 接着巴搞成运气好了 徐司马就判了一次 雷少 他把我们拆掉 然后直接批动 刚跳就是死了 这边 然后我藏着木马里 先放着满满 这样的话可以和脏脚换一下 多加的话有遗迹的存在 触发不了这个效果 触发不了这个效果 有司马在 那乐就 铁定死 天坐不了 让我给的桃园 恢复一下主攻的血量 我用木马里的那个两张牌方做杀 取正位 雷少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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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普通换一下 杀伞 对杀伞 真的不 还换得有意思 然后我用尾巾 这样的话我们就保留在这里 好玩一下 双改弹 所以说它是在发发震 没什么样子 这把 是一个饱和的鲁兹 替主攻拉下嘲讽 然后最后拿下的是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是刘备 定位的话也是一个 替刘备拉下嘲讽 这没错 女萌跳凡 这边 炎炎黄源音 这边就不用轻重了 先发一下 有南蛮的话 其实魏静就触发不了 这边躺上 手牌最少是魏妍 要先杀的 把黄热音 能早点杀掉最好 先把他距离拆掉 把他麻的去掉 给魏妍 换了一张桃子 这边董卓的话 先标准掉 先标准了 然后 方天 三杀 但是被救回来了 这边的 魏妍 没有啥 这样的话 搞不好 我又可以轻松 然后用魏静 换了 然后换了魏妍 这南蛮 又不行 没办法 现在主要是魏妍 好不好 这边 这边带走了 黄热音 把我的轻松给借走了 这样的话 我可以送 放 到 到 扬 眼眼 他又不敢上 哈哈哈 这把输出最猛 她是 我就是 送送牌 这里的小 啊 刘备状态 不要 我再隐忍 这边 刚好是不能杀 送了架 炎炎的话还是非要管他 你不杀炎炎的话他是白白 现在这边的状态 他是一个防御状态 就是那个被闪 被杀的话 audrey中 侧为原删刷 决斗 是脅佬让伞 感应阑 这构外 出现录影 打此 担召 摸到了桃子 老刘被失去 狀態現在已經算是很好的 然後我在 清中路了 可以復復一下流費 先把獅子拿來 送送 這樣子不怕九殺了 然後董哥狀態也下來了 魏妍這邊很硬 魏妍這邊狀態 劉備的牌主要是來自於我 魏妍的牌主要是來自於劉備 這就是什麼情況 你的水平 今天這裡討厭 我倒是上三個 更必去百姓之福 金星赤膽 青龍相見 魏妍神 某大牆 四處全才有小牆 圈狂傲骨 所向披靡 最大 然後都把牌給我 然後我可以分一多牌 對 我摸的距離 炎炎的話才是四頭殺的 這一次劉備爽 爽 爽呆了 好多打我 但這邊魏妍會好回答 水樂啊 狂苦豪情 防晴仙江群粉色 防空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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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進 防空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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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關 剛才是沒有輕鬆的 所以說 沒有快 方 made dry Onion 我把桃冻线给了关于刘备留了手牌 这样的话能不能轻松 然后我用的是魏晶的牌 还好就算我这个石头被杀了其实会影响大 因为这边刘备和魏晶的护肺的状态 良性性的状态只会越来越强 再自豪 放在哪里这种状态 不被装上了联络 这些耗子 然后装不上 帮我将一架 帮我将一架 先用魏晶以后用杀 这是后期的用作 前期的话以伞为主 接下来一个九杀就带走了 先用魏晶以后用杀 然后实在不行我觉得魏晶 这一把的话是配合刘备 拿下身份是忠诚 然后这一把的话也是一个忠诚 配合的是祖宫好招 好 可以把他 分给那个王平 再来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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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吧 我和谢桥金 顺盛千阳 顺盛千阳 如中生友 我和谢桥金 1 5 5 0 1 2 2 200 2 1 1 4 2 5 4 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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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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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刀,只要两刀就可以杀他 这轻忠不要管他 肯定是死的 这一把又是拿下胜利 配合的是好招,捕牌死的 他帮我捕牌,他弃牌的时候 我又可以帮他捕牌 其实祝福的也是有点强 今天的三朵沙碑士的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